作者,烟花惹笑,眼波,一刀酥酥,一种侃侃,透气之作,千雪。 第184集 善一刀的轻功,那速度似乎吓到了凤九儿。 平时他轻功虽然也不差,但绝不会有这么好。 如此深藏不漏。 一刀,你,要做什么? 凤九儿微微退了半步,眼底开始有了防备。 九儿,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跟我走。 善一刀盯着他,也不怕他能跑掉,毕竟凤九儿的武功到什么地步,今日已经看得清楚,他远不是他的对手。 不然呢,凤九儿脸色沉了下来,掌心开始握紧。 如果不跟你走,你就会把我交给什么人,是不是? 他深吸一口气,抿了下唇,让自己冷静。 你就是,刺杀九王爷的刺客。 背后的伤,是自己孤音弄上去,混淆试听的,我说得没错吧? 我知道,你一向聪慧过人。 善一刀上前一步,凤九儿立即后退,他冷声道。 你若是心甘情愿地跟我走,我定不会伤你。 可我不愿意。 善一刀喜欢他,这一点确实出乎凤九儿的预料。 不过,这不影响最终的结果。 为什么要替别人做事? 你背后的人,到底是谁? 曾兰月,是你的女人? 不是,我这辈子,只喜欢过你一个人。 善一刀面无表情,但曾兰月,终究是和你一路人。 她临死让我提防身边的人,那个人,就是你。 凤九儿站住了,迎着晚间的风,青丝浮动。 你背后的人,到底是谁? 善一刀没有说话,只是举步向前。 凤九儿冷静看着她。 你今晚的任务,就是要将我带走,带回去,要挟九王爷。 九儿,我别无选择,既然已经暴露了,我留在这里只是死路一条。 善一刀看着她的眼神,依旧有几分眷恋。 可她既然不愿意跟着自己,强扭的瓜也是不甜。 没有叫你送给主人,我才能将功补过,要不然,就连主人也不会原谅我的。 那就要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本事。 凤九儿的脸色,也冷了下来。 同组这么长的时间,大家在一起相处得如此好,谁也不希望,自己组内真的有内奸。 可人之将死,欺言也善,当初曾兰月临死前说的话,凤九儿从未怀疑过。 他们的队伍里,真的有奸细。 善一刀不想再浪费时间,大掌探出,五指成爪,迅速往凤九儿肩头抓去。 九儿脚步一挫,出乎善一刀预料的事,竟然轻易躲过了她的攻击。 你,你,你故意的。 善一刀眉目一沉,没想到,凤九儿的轻功竟然比她今日表现出来的要好太多。 她脸色一变,忽然一转身,就要往另一个方向掠去。 不料,晚风中,一道身影迎面而来,那个人手臂青阳,冷冽的掌风立即扑天盖地而下。 善一刀也不是这么好对付的,知道来人是谁之后,连想都不想, 立即脚步一收,转身往凤九儿所在的地方掠去。 木木来了,山一刀至少有自知之明,自己不是木木的对手,但要拿下凤九儿,应该不会是太困难的事情。 今日,想要离开,就只能从凤九儿身上下手。 那一掌,照着凤九儿面门袭来,霸道又强悍,果然,有勇气刺杀九王爷的人,必然有几分能耐。 山一刀平时将自己的实力隐藏太深,现在这一掌,用的却是他九成的功力。 木木已经在身后,一击不中,也许就没有机会了。 掌风近蒙狠辣,转眼间,冷冽的气息已经来到了凤九儿跟前。 山一刀以为这一掌,必然会伤到凤九儿,不料,凤九儿竟然衣袖轻浮,脚下一个错步,不仅躲开,还赢了一掌。 山一刀心神一震,高大的身形迅速向凤九儿扑去。 九儿步伐沉稳,竟没有被他的掌风逼退,侧身躲开之后,也是一掌赢了过去。 轰的一声,两个人的掌力碰撞在一起。 地上枯叶,顿时被两个人扫开了一大圈。 你竟然…… 山一刀,气血有点乱,胸翼间,玉气翻腾。 凤九儿为何有如此强悍的内力?这是怎么做到的? 难道,他从一开始就像自己一样,一直在隐藏? 但他不服气,不过是片刻的狮神,立即又提掌扑了过去。 掌风强劲,一路上带起了漫天尘埃,掌力就像是一张密集的大网,将凤九儿整个人笼罩其中。 木木掌下蓄满了真气,以防万一,九儿不敌,他可以随时营救。 可没想到,凤九儿的身手竟然比他想象的还要厉害太多。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他简直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 扇一刀越来越心慌,木木就在不远处盯着,自己竟然连凤九儿都打不过,今日是要真的逃不出去了吗? 他的手忽然往腰间摸去了,嗖嗖两声,两枚暗器竟同时打出。 一枚直射凤九儿的心门,另一枚朝着木木的方向射去。 九儿离他有点近,为了躲避暗器,迅速闪到了一旁。 木木只是随意一挥手,那枚暗器便落在了不远处的地上。 扇一刀早已一跃而起,掠过树顶想要离开,却不想他才刚上去没多久,猛地一阵近风,竟将他一下逼了回来。 这掌力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厉害,只听到啪的一声巨响,扇一刀跌落在地上,一时间竟然爬不起来了。 下头,四道身影闯了过来,一起来的是乔木和霍炎,另一侧过来的是小樱桃和行子粥。 至于不远处那棵参天大树的树顶上,一抹修长的身影迎风而立。 他垂眸看着倒在地面上的扇衣刀,冷眸里没有半点情愫,那绰绰出尘的姿态在月光之下竟俊美得如诗如画。 强木和小樱桃都差点看吃了,没想到,以另一种心态看七公主,竟然可以迷人到这地步。 但,为何会觉得俊美而不是美艳? 这问题大概是谁也没办法回答,只知道现在的战落日比月色还要焦白耀眼。 凤九儿也不由得多看了两眼,但最终的心思还是回到了扇衣刀的身上。 他走了过去,盯着在地上挣扎着爬起来的扇衣刀,过往的情分让他心头始终有几分不忍。 将你背后的人供出来,我答应你,可以保你一命。 本集播讲完毕,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